2 1 请启动 桃园市府水务局多年前联合中央 投入东门西流域治理工作 并在12号举行大滥和大树林两座志洪池公园 完工启用典礼 其中前身为大滥水上乐园的大滥志洪池 不仅规划了环湖步道和景观餐厅 水务局更保留一艘遭气质的木制笼舟 改造成为生态福岛 并邀请桃园市长张胜正和大中国小的学生们 一同在福岛种下植栽 以不同的方式让水池重现过往八德花龙中的风华 桃园市长张胜正感谢水务局能在台风季前启用志洪池 希望能解决当地淹水问题 台风季马上就要到来 我们期待过去曾经造成龟山工业区 严重淹水的这个东门西水患 能够因为大南志洪池的完工启用 能够不再淹水 我们非常谢谢中央我们国土管理署的经费支持 那么也谢谢施工单位的努力 让这个志洪池能够在台风期来临之前能够启用 希望今年以后我们这边不再淹水 谢谢 另外同时启用的还有为主桃园发的交界的大树林志洪池 一共规划有三池 其中两个做成开放池志洪池 平时古地公园可提供民众游戏 而另一个B池的做成地下室志洪池 取名为水的秘密基地 作为防灾教育的示范场域 当天桃园市长张胜正也特地到地下室的志洪池参访 肯定团队的设计用心 我们现在手上的位置是大树林志洪池里面的一个地下室的志洪池 可以看到我的背景 大大雨超过这个外面水路能够承受的水道的时候 就会流到我们这个地下的志洪池来 等外面的水量降低的话就从这边排出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设计 我们把这边叫做水的秘密基地 平常我们这种如果要的话 是可以安排进来参观的 多一些对于这个防水的制水的工程知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赶照这个 颁风季将要到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志洪池同时启用 未来大拿志洪池将配合下游大树林志洪池 进行联合操作 透过调控闸门来减少汇入东门西的主流水量 赶上桃园火车站后站到鬼山工业区一带的水环问题 提升防洪任性让居民不用再忍受淹水之苦 更有机会发展游戏观光 成为特色环教清水场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